在十平方厘米的长白石上,任延生雕出一版6129字的《孙子兵法》,精湛的刀工让人惊叹。 这件作品也是年余六旬的他最喜爱的作品之一。 近日,在位于吉林长春的工作室内,记者见到了任延生创作的各式作品。 他对记者说,微雕非常考验匠人的书法功底和雕刻记忆,从业者首先要将书法功力练到极致。 谈及自己最得意的作品,任延生回忆道,创作这部《孙子兵法》前后耗时粤鱼,为了做到完美, 他还特意买了一本棋谱。 为了这个棋盘,我特意买了一本《残棋的书谱》,这是一部残棋。 打磨、抛光、纪律还都是这样的样。 制作好棋盘后,任延生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文字雕刻部分,最终呈现出的作品十分精美,目前这件作品已被吉林省博物院收藏。 据他回忆,一个多月的创作时间里,状态好的时候几乎不睡觉,经常通宵打蛋的雕刻。 时间对我没有概念,每个作品都不是,因为这里面是书法,体现是咱中国汉字的书写的方式。 只不过我是以刀代笔,你就看你心态怎么样,身体状况怎么样,它根本就没有时间观念。 从事雕刻艺术已有几十年的任延生,目前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人士威克省级代表性传承人,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。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,他的身体状况已不如年轻时,很多精细的作品没有办法成功实现了。 任延生表示,自己愿意多收徒弟,将他以刀代笔的微雕记忆继续传承下去,推广这项传统记忆之美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